三坨颱風來襲 高雄騎經海邊拉起封鎖線不讓進入 再仔細看海邊涼亭外 一人已經闖進封鎖線看海 另一人也跟著走到封鎖線內一起看海 但眼看浪達得比人還高 還超級近 非常危險 而一旁還有人騎車來站在附近看海 三坨颱風目前在騎經這邊 針頭可以感受到非常明顯的威力 這個雨勢是大到記者眼睛都睜不開 而且風是也一度記者是可以吹著跑 站不穩的一個狀態 隨著山陀的颱風越來越靠近高雄風雨驚人 周近碼頭蓮外道路 雨是驚人 大風吹著雨 樹被吹歪 紅綠燈也搖搖欲墜 海水還越過圍欄 直接進入蓮外道路 讓高雄人的淹水噩夢似乎又重現 高雄下午感受到風雨增強 凌原風勢同樣驚人 最大陣風9級直接吹垮路樹 7月時才因為凱米颱風 二度倒下的視徑之難樹又被吹到 成為這次山陀爾颱風的受害者之一 山陀爾颱風最快凌晨在台南高雄間登陸 民眾得小心防範才能安然度過颱風夜 東山新聞綜合報導